各位罵迷朋友好,又是我Candy,Layman 跟大家吃下馬場花生 今天11月11日的快活谷夜馬 今天好像低下游的馬房比較厲害 不知道是不是又輪到他們開飯 何良哥哥,之前經常打不太爭氣的球 剛剛明刀、明槍,整貨八百米集給大家看看的怪獸廚神 爆了一劑傑塔塔的 一開始,今天11月11日 何良哥哥第一場已經做了一隻冷東西給大家享受 憑著突然踩到田泰安過來的中華精神 上次,明明就不夠那一隻潘頓跑第三隻 但是不知道為什麼今天潘頓這隻上次放著欄子 是衝上來的 這一次,潘頓一扔完彎就扔到外面 不知道人心、隔肚皮在想什麼 多多利高本來差點爆了 多多利高差點爆了 但是何良哥哥說,你們搞這麼多東西我不放過你了 憑著田泰安 因為何良和田泰安,即是開齋的那隻馬 都是田泰安幫何良贏的 突然到田泰安騎這一隻中華精神 終於對爆了別人的好事 別人的除月石、葉楚行 出了一堆馬 又配備這個又除眼罩 那個又戴眼罩 這隻中華精神 上次周俊樂已經跑過第四 就扔到外面 想著不夠人家衝 上次不夠那隻 今天跑第三隻千里進區 今天潘頓的千里進區 上次放著內蘭追得很大步 今天一扔完彎就扔到外面 中間放了一隻多多利高 而何良贏完這場 拍電視機 這次見到 真是該灰 看到何良哥哥今天剪了個漂亮 戴了一副漂亮眼鏡 然後穿了一套西裝 真是整個帥氣 然後馬上看他還有什麼馬 第二場做了喜營運 配合梁家俊 其實這隻喜營運 臨場有十七倍 但其實上一場已經是跑得不錯 田草二千 已經是輸了兩個多馬位 今天就憑著梁家俊 很努力地騎 幫何良起了個孖 何良現在就因 連馬斯的龍虎榜 升到尾四 剛剛壓倒我們的高帕生哥哥 至於另一個比較低沉的馬房 就是蘇寶羅 真的很奇怪 那些厲害的連馬斯 突然不贏就不贏 那些下游那些 一贏就是這樣 文家良那些也是這樣 今天那些也是這樣 不知道為什麼 今天憑著蘇寶羅的 補出來的 又是這麼巧的 一補出來 就贏得那隻神舟進馬 那些文果場又不幸 選了加州領域 加州領域退出了 就免得拍多一條片 這隻神舟進馬 就為蘇寶羅哥哥 打響頭炮了 補出來 這麼巧 飛機都會撞紫妖 老鼠有什麼 終於爆了這隻神舟進馬 十幾倍 這場馬都挺特別的 這隻牽完又牽 一出閘就已經慢了 慢了都沒有緊要的 但是他又走去 對上前面 三隻馬大順威 牽完又牽 這隻神舟進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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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轉到蘇寶羅上場 已經後追了第五 在一個嚴短的路程 一千米 這隻馬有罐 今天是國能騎 至於國能上次贏的 聖感 這隻神舟進馬 之前都已經出了一條片 國能做不到榜 做不到榜 不用找田太安騎 找一個泥海榮 就OK 那為什麼要放一個田太安 這隻馬有罐 為蘇寶羅 就要再建了一個孖寶 這隻神舟 最後 放到回來 都可以頂到第四 至於蘇寶羅 最後再多一隻 如果不是遇到一隻 上場鬥大彎都贏馬的達深星 這隻波見屎的騰龍超影 升班揹回輕榜 都差點贏的 不要說差點贏 沒有了一隻超班人 就輪到他了 至於在深水片的時候 已經跟大家提過 上次騎的那隻海船泥 拉縮騎 這隻海船泥 上次拉縮騎法 雷文都說精彩到不得了 莫雷拉騎 他跑過第六 回來就26倍 但是今天 你要對著達深星 找一下彭國蓮 彭國蓮 上名率有多少 上過多少次 入過多少次 PACE 但是竟然只有17倍 一直放著內蘭 有兩隻馬波 他開路 想著他都有 但是差點就是差點 這隻有些不尋常飛數的海船泥 跑過第四 其實雷文開頭 我想 哎呀 莫雷拉上次這樣騎回來 騎得這麼有限 不如回答達深星 好嗎 補一下位置Q 補一下正Q 補一下二重彩 始終彭國蓮就是彭國蓮 什麼輕磅 上次莫雷拉騎也是這樣 今天這隻海船泥 就排回第四 因為那場 莫雷拉騎這隻海船泥 其實跑第三 加州得迅 高明進將 就算是疾風勁草 再出都有表現 這隻海船泥 今天用到彭國蓮 就失手回來了 說到雷文今天的成績 好像出了四條深水片 頭那兩場 好像是第一場 第一場 就給了一隻 人家一群馬 隨雨石 隨雨石 葉楚行 然後眼罩又帶著 又脫下 接著再加上千里進驅 上次貼著內蘭追 今天就去外産那裡追 爆了一隻多多利高 43倍 若然不是有中華精神 這隻多多利高 就爆了 今天隨雨石 認真厲害 我都說 那隻很有理 早幾場 我當他沒有跑過 今天換過黃浩南 進去 撐過第四 隔一層中段 踏完之後 今天隨雨石 爆了一隻多多利高 PACE 差點爆了WIN 然後隨雨石 做了一隻很有理 就剁了 之前就 剁了之前 就在丁冠豪馬房 那隻 外馬劍 那隻 外馬劍 拉叔放到回來 最最後那幾步 就頂不了 那 不過 雷文在這場 即是第四場 即是外馬劍跑第三 很有理 勝馬 潘頓騎這隻馬 就是騎得最好的 最懂得 內蘭追一段 就連 愛馬劍那條 都被他封了 但是雷文覺得 那隻馬爾代夫 去到末段的時候 最後那一步 真是不知 為什麼 郭倫好像 又不可以說他遊閒 好像 好像 不太有決心 終於被有決心的 竹金王 琴上了 那條 四重彩 這隻竹金王 今天撿個九檔 又不放他 入面 外面 都可以追回第四 那麼 那 今天的成績 四場馬 就有兩條 位置 Q 給那些 上校 唉 打算上校 那幾場 都是萬步促 打算今場 沒有萬步促 誰知今場 就真的發生了 萬步促 這隻上校 一直守住 一二位 回來一折 就贏得很輕鬆 那隻 戰紅三千 不知為什麼 騎下騎下 又退了下去 那隻奇妙日 亦都蝕了萬步促 在好後 追上來 終於 戰紅三千 和奇妙日 追不到 那隻 就是 賺了萬步促的上校 無論怎樣都好 人家是贏了 就是贏了 這隻上校 今天的飛數 都算是不尋常 以對他 對上幾次的 賽積 萬步促 放不了 捱不了 會斷 但今天 只有六倍 終於 人家知道 萬步促 就贏了馬 至於奇妙日 和戰紅三千 真的 也真的 躺了 проц 才騎上來 座 第六場 中的一隻 勞動創造 插著這隻 健康在望,又是賀冥蓮哥哥,又跑過耿頸四 頂住那隻又是姚本輝馬房的全民皆知 因為這次全民皆知,雷文都說上場是虧了一個很快的捕捉 回來就斷了 不過今天為什麼不用何宅堯? 何宅堯騎了幸福老窩 但是換姚本輝和波見史真是眉來眼去 終於捱到第三個回來 那隻健康在望,何冥蓮就只有5、5、5、4 不過今天有一隻馬我都想跟大家說說 就是關乎第七場的綠色用盡 各位可以按照片看看 高明進將不斷落飛博馬 至於息息相關,方家柏的綠色用盡 不斷落飛博馬 接著沒斷的騎法 各位有空按回來看 看完之後 將你們看到的感覺 就可以告訴雷文聽 至於方家柏 今天有很多馬 又換配備 近這一兩場換配備 總之一整天 就產了捉金王跑的第四 搞到那隻搭心星 以他上次的騎法 但是這一場馬 一過圓關那些披屎飛打到1.0 這隻搭心星 憑著一組前面有幾隻快馬 加州更好 獎金大王 兩隻執外檔的在那裡扯 這隻搭心星守著那個好位 沿途在那裡慢慢逐步推進 贏了回來 用贏得挺輕鬆的 不如回答呂建威那隻初出的紅運飛鷹好不好 本來都挺好的 但是就給那隻星班 背輕鬆 今天就弱勢馬房夠勁的蘇寶羅 這隻騰龍超影 就做了一個情咬金 對爆別人的傑作 剛剛放在中間 不過PCQ也有五、六倍 也不錯的 這隻紅運飛鷹 就算呂建威馬房早排 雷文說過的標之未來之後 這隻紅運飛鷹也是一隻一插斑 就有表現的馬 今天紅運飛鷹17倍 上次的標之未來 又好像17倍 至於今天呂建威 有一隻插斑初出的 叫深常勝 就是67倍 兩隻一插下來就已經有表現的 都是徘徊在十多倍的賠率 但是這隻深常洛 就是六十多倍的 配過黃浩南六十多倍 究竟李娟威以後的插斑馬 即是一來香港第一劑 落地那些 究竟在這個賠率那裡 可不可以分析得到呢? 各位可以去留意一下 希利文呢 都是盡量將看到的東西 和大家去分享分享 講開又講 姚本輝、菊草 根本都沒有開過齋的 今天憑著這隻上教 就開了齋 然後那隻全民皆知都有批 全人就出兩隻馬 這隻上教 就突然有六點多倍 就憑著猛步速 就贏了馬 他一贏馬 一菊草開齋那天 就剁了雷文那條 有些分頭的二重彩 不得說的 跑馬就是這樣說的 也要講運氣的 姚本輝贏完這隻上教 也有打咪 他說上教 上季兩次跑快活谷 都是執外檔的 被人頂了去外面看空 再加上季這隻上教 只有三歲 他說今季轉了四歲 應該會更成熟 他說其實這隻馬 無論是沙田 快活谷 都可以應付 他說加了開逢眼罩 之後效果 真的好 你效果好 效果好 搞到 這條二重彩就沒了 他說上教 第一次贏馬的過程 都叫做輕鬆 可以贏到這隻奇妙日 兩個幾馬位 其實就是我自己 我個人遇見 全憑一個萬步速 其實那隻戰童三千 和奇妙日 都追得挺厲害的 萬步速而追得好的馬 說到今天 弱勢馬房蘇寶羅 我記得蘇寶羅 好像不知道排位 尾尾的 好像也不記得 即是未跑今天 今天就撿了兩場 跑完 更加做了一隻騰龍超影 有些冷場 馬有貫 一轉到蘇寶羅第二劑 又贏馬 又一隻轉倉馬 其實蘇寶羅上季 有隻叫做轉倉馬的 叫做三元蜜露 都是一直保持有表現的 好像蘇寶羅 亦對轉倉馬 一點都不留守 當然 也不是我自己買回來 也不是我介紹馬主買回來 用不著他來操 讓他慢慢成長 過來就砌 馬有貫 今季就轉到蘇寶羅 一個第五 今天就轉倉 省靈的招牌 上季的老朋友都記得 那場 田泰安 怎樣被後上的高明進將 就拼了他 另外那些智力寶 在他後面 再衝上來 那天 就過不了關 不知道為什麼 就是田泰安出色的發揮 不知道那麼多位老友 記不記得 這隻馬有貫 今天贏了馬之後 蘇寶羅就這樣說 他說馬有貫 是一隻有質的馬 這次撿到二檔 根本是有利的條件 贏馬是很合理的 他說馬轉進蘇寶羅馬房 又瘦粗 狀態起得又快 蘇寶羅就認為他下一次 升到二班 仍然有得跑 蘇寶羅就是三元密路 砌完又砌 砌完又砌 看看另一隻鑽倉的馬有貫 又會不會對鑽倉馬 不留守 講開又講 馬長輪流轉 好像回魂夜的炸彈 今天就輪到我們的田泰安哥哥 那頭長田泰安幫何良做中華精神 接著就幫徐宇石做孖寶 就是好有理加藍莊家寶 還有那些什麼 就串 頭長就是田泰安又串回徐宇石的多多利高 今天這隻藍莊家寶和好有理都憑著田泰安幫他們 就是建了一個孖寶 至於田泰安 今天就好似拿了三個優勝 提早封為騎士王 所以馬長輪流轉 就看看多少重轉 講到後備補出馬 那隻高帕新馬房 有一次補出的 就補回一隻蘇惠賢的行進補區 一補上來就爆了 今天高東尼馬房的加州領域 就退出了 今天這隻神舟進馬就爆了 這文其實記得是不僅小馬 有很多馬補出來都是有很接近的表現 但是這文就沒有特別去寫下 只是很記得那些色色相關馬房 我記得一些 剛剛對上一次我都說了色色相關馬房 有一隻產進來 不過不記得就是什麼 若然你不知道怎樣是色色相關那些 可能要留意一下 這隻神舟進馬 今天補上來 補上來贏馬的賠率都是不錯的 這隻神舟進馬 有這麼巧的 飛機都會撞子妖 十幾倍到手 人家啊 說了又說 說到今天馬場 也有一件驚險意外發生 說到那隻叫做G-Fit拍檔 上場這隻馬一出集就已經在後面了 今天這隻G-Fit拍檔 在直路內蘭 因為發生了那些雙腳不太好 突然間在那裡退 潘明輝就失了重心 被拋了下去 然後整個人好像動都不能動的 但是看回馬會的消息 潘明輝其實也是清醒的 醫護人員來到 他只是說自己的心口痛 送了去醫院接受進一步的治理 變成潘明輝不能夠騎魚下賽事了 希望潘明輝 他個人是清醒的 看看去到醫院驗清楚是怎樣 至於說到今天 跑了潘明輝第二場 那隻拖板精英 葉楚行上場 有一隻叫燈膽精英 遲些就池根精英 然後就刀叉精英 燈膽精英 上場執了一個外檔 找潘明輝在彎上踩回來 就捱到一個呸 那這隻拖板精英就認真結了 其實這隻拖板精英 未出賽之前 今季未出賽之前 試襲經常都交到一些不錯的走勢 試過追的又有個表現 試過守著好位的也是不錯的 但各位信不信他 由上一場跑一場千二 就突然上二千二 就算你不信馬 也要看一看飛數 這隻馬 我記得他未跑之前 十多分鐘 或者過完關 是九十多倍 但臨場回到一百三十四倍 那就開跑了 至於這隻拖板精英 就真的爆了一場傑傑傑傑 就突然踏了何良 那隻拖板精英 那個Q好像有一千多元 這次是傑傑傑傑傑傑 再加上那些四重彩 派彩 去到這隻拖板精英 四重彩 就派到三百四十九萬 真是很激烈的 如果不小心填錯號碼 這紙也有機會中的 要填錯號碼才行 其實如果你想一下 拿到那隻何良哥哥今天穿得這麼帥 又整條胎 我看到更好笑就是怎樣呢 何良呢 贏了那隻喜迎雲之後 就搭著梁家俊的肩膀 很欣賞梁家俊 搞定了 然後見到 何良雖然戴著白色的口罩 但是 不知是否突然有透視眼 好像X光雷射傳下去之後 應該是X-ray 一見到隔著白色的口罩 依稀都見到何良 那麵豬燈的肉 是有點戳起了 在笑著 不知道打了多少錢 至於那隻競進飛鷹 其實想心一層 這隻馬 其實很多朋友都知道 有飛多數都接近的 沒有飛多數都不用買的 今天回答起喜迎雲 若然拿到這兩隻膽 不知道拖不拖到那些腳 至於那隻賞心星 今天又搞了一些配備 輸了就不用問話了